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中国人重视亲情 每个家庭都有很多亲人需要维护 但是,我们常常因为生活忙乱不堪 有时会无暇顾及 理解并无条件给予我们爱和信任的亲人 值得我们守护 而一些自私自利者,幸灾乐祸者 从不念及亲情 就不必放在我们考虑之列 做到以下这四点 便可少些困扰,多些安宁 零妖,保持距离,少相距 周国平说过 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最后的界限 两人之间的界限不清晰 然而又是确定的 麻烦和冲突都起始于无意中突破的这个界限 在亲密的关系都需要保有一定的距离 何况与并不相投的亲戚 这不是说人要孤立的存在于事 而是告诫人们 距离的确可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和矛盾 试想一下 两个人认知不同 经历不同 环境不同 必然会对同一事物产生观点上的差异 这种差异本身就存在着矛盾 一旦说多 便会发生争论和不快 更何况 对方是并无亲情 可讲得熟悉的陌生人 小舍得中 男力知书达理 事业有成 却有无法忽视的亲戚田宇兰 两人一相见 就免不了饭口舌 男力一忍再忍 甚至因为小心眼的田宇兰 从中作梗 而被迫降职 观众们大呼委屈 为男力愤愤不平 谷雨云 话不投机半句多 就像大气的男力 与小家子气的田宇兰 根本不在一个频率上一样 想远离纷争和避免损失 唯一的办法就是尽量远离 不做纠缠 零二 闲事莫管 雇自己 那些与我们不念亲情的亲人 不需要我们记挂 这不是自私 而是任何情感的维系 都需要双方相互的付出和牵挂 我们都需要获得情感上的回应 这样才有动力持续输出 不然终有一天会耗尽热情 更有甚者 一生奉献 不但没有得到回报 反而一身不适 委屈至极 新居中 顾清瑜生怕弟弟受骗 叮嘱他提防妻子 结果被弟妹听到 发生矛盾 导致弟弟意外身亡 类似这样的悲剧 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 未必都有恶意 但既然都已是成年人 每个人都只需为自己负责 而不要多管闲事 偷影子的人中写道 我们不能干涉别人的生活 就算是为了对方好 那也是他的人生 谁都无法复制粘贴别人的人生 因为人与人向往的美好是不同的 假之密堂 以之披霜 何况 对于自私自利的人 他的成功未必会计你一功 而失败却必要写你一笔 既然这样 不如独善其身 过自己的生活为好 03 降低期待 不依赖 你念念不忘的亲情 在对方看来 也许并没有那么珍贵 人只要谈情 就会心软 而心软的后果 一定是自己有委屈 或是有损失 一句话说得好 你凭什么要求我不翻旧账 那时的伤心和敷衍 都是我一人承受的 而一切失望的根源 其实都是期望过高所致 降低期待 不是叫人绝望地活着 而是跳出情感的困局 让自己不依附任何一种而活 不念旧情的人 只会让人不断受伤 不光是爱情 亲情同样如此 很多人说 长大以后 世界天翻地覆 不再有儿时的美好 都是受了伤的人 才会对现状倍感失望 如果曾经美好 就请带着回忆而活 如果曾经也难 就请爱着自己而活 零四 藏桥手桌 会应付 只想在我们身上索取的人 实在不必推心致富 更无需一争高下 不与傻瓜论短长 这是保存精力的方式 不做无味消耗 对一些亲戚来说 我们的坦诚以对 是须与尾夷 我们的开诚不公 是耀武扬威 总之 他的内心有什么 就会将我们 想象成什么样子 所以 我们永远都无法 从对方眼中 看到真实的自己 既然如此 藏桥手桌 应付了事 是与他们相处的上上侧 路遥说过 即使人一生 充满坎坷和艰辛 只要有亲情存在 也会感受到 一种温暖的慰藉 亲情 有时像冬日暖阳 温暖心房 有时却似暴风骤雨 摧毁心强 都说血浓于水 却更像灌溉花田 种下温情 收获体谅 种下宽容 收获理解 种下利己 收获埋怨 种下纠葛 收获隔阂 人生不易 每个人都在 各自的道路上颠簸 与其费神维持 摇摇欲坠的亲情 不如脱离这种关系 让自己生活得轻松一些 愿良善的人 收获温暖 勇敢的人 收获尊重 强大的人 收获松弛 柔弱的人 收获幸运 零妖 婚姻是一门技术活 为什么同样是女人 差距会那么大 这个问题你想过吗 有的人 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 就可以让老公按时回家 甚至恨不得一路小跑着回家 是家对他的吸引力大吗 不是的 是家里等着他回去的那个女人 而有的人呢 即使男人一周不回家 都不会对家有任何想念和期待 甚至一回家就觉得烦 巴布的在外面 永远不会来 久而久之 家就成了临时落脚点 而跟自己的妻子 也只是打个照面 渐渐陌生了 这其中的差距在哪 除了男人的一些本质好坏 无法改变以外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都在于这个女人 在于你是否懂得 夫妻相处之道 以及婚姻的保鲜之道 02 这些年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采访并且总结了 不计其数的夫妻 发现在婚姻里 这五种女人 最容易跟幸福擦肩而过 一 无法掌控老公的经济 这个我是有亲身体会的 在我的老家 有一位女邻居 她自从结婚以后 就很少跟自己的老公在一起 老公去北京打工 她就在家带孩子 老公的收入有多少 她基本不知道 只是每个月固定给她一些钱 不贴家用而已 平时她连给自己天剑衣服 都要跟老公申请 别提多卑微了 然后她的老公 直接在外面 跟别的女人 有了新的家庭 而她竟是最后一个指导的 无奈离了婚 由于没有经济能力 孩子归了前夫 自己失了青春和名誉 唯一得到的就是教训 后来 她的娘家人来家里大闹 把房子的屋顶都掀了 别提有多狼狈了 可即使这样 也依旧无法挽回一个变了心的人 所以 女人可以在家带孩子 但是老公的经济大权 一定要自己握着 否则生活的底气都没了 婚姻的安全感 又从哪里来呢 二 没有底线 一个没有底线的女人 就像是一个没有棱角的圆球 无论别人怎么踢你 你都站不稳 始终摇摇晃晃地立在那里 如果没有底线 那就无异于给了男人肆意伤害你的机会 她想怎么对你 就怎么对你 完全就是看心情 反正你都无所谓 这样的女人 无疑是可悲的 她活得只有男人和家庭 却从来没有自己 不仅不会获得男人的尊重 还会渐渐地失去自己 从而也失去那个男人 那么 是男人的错 还是自己的错呢 男人之所以敢这么对你 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惯得她 你给了她伤害你的机会 三 太过于重视事业 女人有事业 这当然没错 甚至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鼓励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收入来源 但这并不代表 你可以完全忽略你的家庭 在外你可以做你的女强人 但是回家以后 你就是一个妻子 一位母亲 事业要要 家也得要 如果因为忙于事业 忽略了自己的家庭 那没有安全感的 就是男人了 久而久之 感情失衡 家庭失衡 男人累了 就想放弃了 男人想要的 不是一个富可敌国的女人 而是一个懂她 又顾家的妻子 四 婚后不求上进 不休蝙蝠 很多女人 在恋爱的时候 或者在订婚以后 结婚之前的那段时间 都是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的 那时候的自己 很在乎男人对自己的看法 如果跟男人出去约会 没貌没话好 都要介意半天 更别提其他的了 但是结婚以后呢 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在家里待着 头几天都不洗 别说化妆了 连衣服都没有好好搭配过 随便裹一套家居服 就算完事 久而久之 身材变了 脸上长皱纹了 对男人的吸引力 也就慢慢地减少 最后甚至没有了 特别是那种 婚后不工作 完全依附于男人 而生活的女人 最容易让男人厌倦 如果你没有事业 你就要长得好看 如果你既没有事业 又不好看了 那男人还会一如既往地 被你吸引吗 我看未必 毕竟天会黑 人会变 五 在家太过强势 在外过于随意 这种女人存在着 本身就很危险 因为男人永远摸不透她 并且从未真正地得到她 男人不知道 他心里在想什么 因为他给人的感觉 就是心未定 随时会离开 不然怎么会在结婚以后 依旧跟别的男人纠缠不清呢 在家里特别强势 所有人都得为他让路 他是老大 做家务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 他这种人 只能宠着 惯着 完了出门 还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 别做了 男人爱你的时候会惯着你 你要逾越了他的底线 你爱去哪去呢 这日子还真就不过了 所以 凡是有个度 做了人家妻子 就要履行妻子的义务 不要太过分了 等真的失去了 想哭都没地方 婚姻不易 且做且珍惜 03 婚姻不是过家家 不能当作儿戏 婚姻更多的是种责任感 无论丈夫还是妻子 都要各司其职 履行各自的义务 不能一方总是在付出和迁就 而另一方一直在享受 并且不作为 时间久了 天平失衡了 一方累了放弃了 另一方再后悔都晚了 夫妻之间 除了要相互尊重 相互体谅 和相互扶持之外 还要用心 还要有爱 要知道 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才是长久保鲜之道 请务必珍惜 珍惜你的爱人 婚姻是爱情的升华 但又不仅仅包括爱情 其中充斥着种种琐碎 和复杂的人际关系 它比恋爱是更为艰辛 比任何的感情都更为脆弱 因此很容易走到 分崩离析的结局 不论与任何人结婚 都要做好离婚的准备 这并不是对婚姻失望 只是承认 它的多变和复杂性 避免以后频频失望 在结婚自由的同时 也要给自己离婚的自由 如此 才不会被婚姻束缚手脚 也能捍卫生儿为人的尊严 真正聪明的人 不会把婚姻看得固若金汤 他们用尽最大努力 去维系感情 但也承认 很多事情绝非努力 所能扭转 随后保持着顺其自然的态度 在婚姻里 双方互敬互爱 当婚姻破裂时 彼此各自祝福 各生欢喜 你会发现 这才是对于婚姻最好的态度 它尊重了人性的本能 也在顺应社会发展 如果有一天你的婚姻 也可能走向衰败的结局 希望你也能坦然而自信 婚姻中出现这几种情况 多半是要离婚了 但这不是生命的终结 还可能是新生活的开始 结婚是为了幸福 离婚也是 无论如何都积极进取 人生便永远不会输 零妖 出现不忠的行为 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婚姻破裂的导火索 都是某一方出现了不忠的行为 当初结婚的誓言上 我们许下不离不弃 保持忠诚的誓约 就奠定了婚姻的最低原则 后来有些人背叛婚姻 无异于在玷污誓言 也在伤害对方 真正的不忠 是无法被原谅的 有些人没有离婚 只是在随便凑合 正如破碎的镜子 永远难以重圆 终究会留下一道深深的裂缝 当人们无法忍受 婚姻中的不忠行为时 婚姻关系就注定走到了尽头 即便有些人歇斯底里请求原谅 但已经无济于事 毕竟是他亲手打碎了 这桩美好的感情 零二 出现不尊重对方的行为 婚姻中的底线是忠诚 最根本的原则是尊重 尊重对方的生活习惯 尊重对方的工作与梦想 体谅他人的处境和难处 普通夫妻就是在尊重的过程中 才变得互敬互爱 让两颗心紧紧相依 当双方缺失了尊重时 就说明彼此已经不爱了 他们没有办法在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 更难以去努力来让对方自由翱翔 他们甚至会觉得很烦躁 因为另一个人的出现 使自己的生活无法自由自在 正是双方都渴望成为自己 但彼此又无法相互尊重 相过程中才会矛盾健身 悲哀尽险 连普通朋友都能做到尊重夫妻之间 却只会相互攻击 这段感情注定让人寒心至极 尊重是婚姻中最重要的因素 尊重彼此 才会使对方成为自己 使婚姻成源源不断的动力 想要守住婚姻 就千万别忘记尊重对方 他是你爱的人 不是你的傀儡 尊重他成为自己 他也会用一生来爱你 这样的关系才更为稳固 03 没有耐心 每天只会争吵 从前我们愿意等待着对方缓缓起来 为他做早饭 后来便嫌弃他总是赖床 从前我们愿意倾听对方的抱怨 希望替他解决难题 后来却嫌弃他太过牢叨 人们感叹时间有种摧残人性的魔力 实际上是因为双方不爱了 厌倦了 也没有了宽容的耐心 每天吵来吵去 从来都在互相伤害 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于婚姻的敬畏 只剩下逃离婚姻的迫不及待 与其相互折磨 倒不如坦然放过 婚姻不是人生的必须品 幸福才是 人生的质量与婚姻的长度无关 有些人纵然相伴一生 却还在互相折磨 有些关系纵然戛然而止 却已经及时止损 依旧有能力奔向幸福 婚姻出现这几种情况 往往是离婚的预兆 如果无法挽回 不如就坦然面对 永远都爱自己 那么你会发现 有些婚姻的戛然而止 才是好事 要想维系一段长远的婚姻 有很多个决定因素 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目标 有着一起努力的信念 有着能够克服困难的决心 在网上看到了这么一个问题 婚姻中 钱和爱哪个更重要 对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答案 快来听听过来人的大实话 千万别不信 01 钱决定了婚姻幸福的下线 看到过这么一句话 当你爱一个人 谈钱很庸俗 当你没钱的时候 说爱一个人更庸俗 很多人认为 和心爱的人一起奔赴未来 千万别谈钱 这真的太俗气 但是生活的每一分钟都离不开钱的支撑 大到买房置业 小到柴米油盐 不谈钱的日子真的举步维艰 人生百态 数好数坏 唯有亲身经历 才能品味其中滋味 看到了一个网友的故事 他说 婷建夫七百事爱 我到现在才明白 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当初 为了爱情 他全然不顾 毅然嫁给了一贫如喜的他 本以为婚后的生活 有爱打底 他们一定会很幸福 没想到 贫穷的现实 还是摧毁了 他对婚姻的全部信心 他们租住在一个很小的 也很偏的房间里 每天上下班 都要花很长时间 等到晚上好容易回到了家 满身疲惫 还要硬挺着做饭 因为没钱 他不能像其他的女人那样 买来漂亮的衣服和化妆品 更不敢要孩子 在路上看到其他母女二人 相依幸福的样子 他真的羡慕了 后来 他实在无法忍受 这种一眼看不到头的生活 提出了离婚 贫穷的婚姻 纵使有爱在其中 也逃避不了柴米油盐的生存问题 当婚姻中失去了优渥的物质基础 就如同大树没有了根基 风雨飘摇 前路未知 这样的婚姻 很难走得长远 02 爱决定了婚姻幸福的上限 邻居家的夫妻两人 牵手了一辈子 依然无限幸福 每天 两个人一起出门买菜 彼此牵着手 慢慢地朝超市走 到了超市里 奶奶总是觉得菜价太高 就四处比比看看 爷爷呢 就推着车跟在后面 不急不躁 如果等得时间太久了 他就笑笑 然后和旁边的服务员聊起了天 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总是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T恤 手里买回的菜 也就是最普通不过的白菜和萝卜 可是 因为有了爱的加持 这一切都仿佛被赋予了甜蜜的味道 看他们的样子 很多人直呼 我终于又看到了爱情的样子 爱情 以爱开始 以情结束 在爱情的漫长旅途中 缺少不了爱 有了爱 我们才能包容 它的一切小缺点 才能宽容 它的一切撒娇和韧性 才能在彼此的眼中 看到最闪亮的星星 从轻松少年到白发老人 他的身边 始终是他 他的眼中 也只有他 他们愿意早起为对方做一顿早餐 也愿意晚上为对方留一盏明灯 因为有爱 他们才能做最放松 最真实的自己 能够展露自己所有的一切 同样因为有爱 他们愿意锻炼身体 只因为 余生和你一起走过的日子 我还没有过够 婚姻是一本厚重的书 需要我们读上一生 婚姻中 需要钱 也需要爱 婚姻中 有矛盾 也有争吵 好的婚姻 都是一场平衡 左边是你 右边是我 左右是过去 右边是未来 中间 则是幸福的你和我 一段幸福的婚姻 离不开好的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稳定 彼此相处融洽 无论是夫妻之间 还是家庭成员之间 都会感受到一种幸福感 所谓家和万事兴 便是由此而来 反之也一样 如果婆媳关系紧张 频繁发生矛盾 那么不仅身为儿子和丈夫的男人 家在中间左右为男 别的家庭成员 也会深受其害 心情一团糟 甚至连家都不想回 家 向来都是一个很温暖的字眼 如果一个家庭 不能给予人幸福感 那么家庭成员就要去反思一下 是不是哪些关系 没有处理好 为什么婆媳关系 对于一段婚姻来讲 会如此重要 因为婆婆和儿媳 原本并没有血缘关系 他们因为一个男人 而被捆绑到一起 彼此的性格 三观 以及生活的环境 都各不相同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难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 如何判断婆媳关系的好坏 其实身为儿媳的你 只需要看遇到这几件事的时候 婆婆是什么反应 就知道答案了 一 看你不工作的时候 婆婆如何对你 王倩在结婚后不久 就辞掉了工作 做起了全职太太 原本她打算和老公备孕 把生孩子尽快提上日程 毕竟身边的朋友陆续都有孩子了 而且生的越早 身体会恢复得更快 但是没想到的是 他们结婚后不久 婆婆就搬了过来 这一般不要紧 王倩原本平静的生活 彻底被打破了 每次吵架的时候 婆婆总是理直气壮地说 你一个靠我儿子养着的闲人 凭什么敢这么跟我说话 王倩不甘示弱 说 她是我老公 她愿意养着我 您管得着吗 看不惯就搬走吧 你说 在这样的环境里 日子怎么能过好呢 王倩沮丧地想 这才刚结婚没多久 以后的婆媳关系 还不知道能处成什么样呢 不工作又怎样 做全职太太又怎样 自己为这个家付出的 不比老公少 可婆婆为什么这么看不起自己 婆媳关系太难了 二 看你坐月子的时候 婆婆是什么态度 为什么说很多婆媳关系都败在了这一条 因为有很多女人在当初坐月子的时候都吃了不少苦 婆婆把自己当家里人还好 会尽心尽力地照顾 如果婆婆把你当外人 那别说照顾你了 甚至都直接不管你 很多女人直到很多年以后都无法跟婆婆和解 就是因为当初的坐月子时 婆婆给予自己的伤害太深了 但其实并非所有的婆婆都不照顾儿媳坐月子 有些婆婆 待儿媳抵代自己的女儿还要好 因为她也是女人 也生过孩子 她知道女人的不容易 这种具有同理心的婆婆 一般都会把婆媳关系处理得很好 因为她会换位思考 懂得相互理解 这样的婆婆 值得女人用一生去孝顺 婆媳关系好不好 女人坐一次月子就明白了 如果遇到了好婆婆 请对她好一点 因为不是所有女人都是这么幸运 三 看孩子无人照顾时 婆婆会不会帮忙带孙子 什么样的婆婆才是好婆婆 对于燕燕来说 好婆婆就是在儿媳需要帮忙的时候 及时伸手帮一把 不需要帮忙的时候 不给子女们添麻烦 过好自己晚年生活 可哪怕是这样 简单的要求 她的婆婆依旧做不到 她的婆婆是一个特别自私的利己主义者 宁愿一天到晚的打麻将 也不愿意帮燕燕看一眼孩子 无论是大事小事 她想到的从来都只有自己 以自己的利益为上 一个好婆婆应该把儿媳当成一家人 而不是当成外人 应该在彼此遇到困难的时候帮一把 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虽然婆婆没有带孩子的义务 但是身为奶奶 看一眼还是应该的 每个女人在最初结婚的时候 都以为自己会过得很幸福 毕竟跟老公两个人 明明那么相爱 觉得不会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但真的结了婚就会发现 婚姻远比恋爱要复杂得多 各种各样的关系都要去处理 如果处理不好 很容易就会两个人的夫妻关系 尤其是婆媳关系 婆媳关系的好坏 更是直接影响婚姻质量 希望无论是儿媳 还是婆婆 都能在相处的时候 做到将心比心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凡事多多换位思考 自己做不到 或者觉得不应该做的事 也不要强迫对方去做 相互尊重 相互帮助 这个家才会越来越和谐 灵妖 很多人常常会觉得 别人拥有的东西 远比自己的好 这就导致了他们盲目羡慕别人 而忽略了自己的珍贵 但很奇怪的是 在有些事情上 大部分人的心里是相反的 这件事就包括婚姻 特别是婆婆眼中的婚姻 我采访过很多婆婆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婆婆认为 自己的儿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没有女人能够配得上 即使儿子结婚了 婆婆也会觉得这场婚姻 不过是对方高攀 但这样的想法 很明显没有逻辑 两个人能走到一起 必然是源于互相吸引 哪怕是相亲而促成的婚姻 也是由想要成为一家人的理由 门当户对固然重要 但如果两个人不合适 婚姻也只会是一场悲剧 王婆婆就因为这样错误的观念 破坏了儿子的幸福 王婆婆非常强势 儿子也因此养成了乖顺 甚至有些懦弱的脾气 从小到大 儿子一直都在王婆婆身边 按照王婆婆给她规划的路线成长 毕业之后 王婆婆脱关系 给儿子找了一个轻松的工作 虽然月薪只有四千 诞生在安稳 而且能够陪在自己身边 才是王婆婆最关注的事情 所以王婆婆很满意现在的状态 也一直为儿子骄傲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儿子一直没有女朋友 为了这件事 王婆婆没少操心 到处张罗着为儿子相亲 也是运气不错 几次相亲后 儿子认识了赵小姐 两人意气相投 很快坠入爱河 02 后来感情也一直发展得挺顺利 两个人也准备谈婚论嫁了 这本是一件开心的事 但却因为彩礼 嫁妆等问题 两家人闹得非常不愉快 起因是因为王婆婆 王婆婆觉得自己的儿子非常优秀 长相好 工作好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而赵小姐可能家境稍好 但自身不学无术 没有稳定工作 而且年龄还比自己儿子大 总之 就是各方面综合条件都比不上自己儿子 虽然儿子和王婆婆解释过多次 赵小姐有工作 只不过是自由职业 但王婆婆对此依然非常不屑 觉得这场婚姻完全是对方高攀 其实 如果换成局外人来说 王婆婆儿子的条件未必比赵小姐好 但作为母亲 王婆婆就是对儿子拥有着盲目的自信 儿子就是他全部的骄傲 因此 在两家人的见面过程中 王婆婆觉得自己有资本和对方讨价还价 于是狮子大开口地要求对方提供高昂的陪价 因为身处小城市 房子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王婆婆就觊觎上对方的车 其实 如果仅仅只是要求陪嫁一辆车 或许以赵小姐的家庭条件来说 也并非难以接受 但主要是 王婆婆那种自以为是的神态和语言 以及不经意表露出的不屑和清高 彻底激怒了赵小姐一家 两家人就这样吵了起来 03 最后 赵小姐也是气急了 讽刺地对王婆婆说 您要求我们家陪嫁一辆车 可您有什么资本和我们谈条件呢 您儿子月薪四千 心里没点数 王婆婆当即脸就黑了 她向来强势 怎么可能接受有人如此对她说话 于是 王婆婆立刻摔门走人 这场婚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是后来王婆婆才知道 原来她看不起的赵小姐 一个月能挣两三万 如果真从条件来说 可能只有对方看不起自己儿子的份 再加上儿子近来相亲频频失败 王婆婆非常后悔 可是再怎么后悔 人家也不可能回头了 所以啊 其实作为父母对儿子的婚姻提出意见自然无可厚非 但是过度干预只会破坏他的幸福 而且很多时候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婚姻也不是一场交易 想要婚姻幸福 最重要的是三观的契合和性格的相投 而并非那些外在条件 门当户对可以作为一个评判标准 但这并不是婚姻的全部 对方条件好一点 或是自己条件好一点 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两个人能否在往后的时光中相互扶持 走到最后 这个道理 希望所有的婆婆都能明白吧 什么样的婚姻最幸福 一句话 知道自己幸福的婚姻最幸福 即 生在福中而知福 相反也一样 最大的不幸则是 生在福中而不知福 那么 为什么会有人生在福中而不知福呢 因为他们始终不明白 婚姻就像穿鞋 是否好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穿上是否合脚 是否舒服 而有些人过于在于外表 而忽略了自己的感受 生生地被虚荣心给绑架了 举一个身边最常见的例子吧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他自认自己嫁了一个好老公 便处处跟人炫耀 说自己老公不仅长得帅 事业有成 还特别地宠爱自己 但其实呢 他做全职太太的这些日子 婚姻生活一直如履薄冰 可他太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了 千方百计地在外人面前 营造自己嫁得好的假象 把自己的老公的事情 一股脑全跟外人说 让老公一点面子都没有 因为他总是口无遮拦 他们夫妻经常吵架 毕竟男人都是要面子的 而且很不喜欢自己的老婆 是个没有分寸的人 要知道 在夫妻相处的过程中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告诉外人的 有些事情四处张扬 只会伤害夫妻感情 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可是有些女人 却始终不知道 她们什么都说 难免会出错 婚姻里 有三个隐私 最好不要跟外人说 否则就会跟我的那位 大学同学一样 要么夫妻俩经常吵架 要么就直接冷战 更有甚者 会导致婚姻破裂 一 不要告诉别人 你们家的房产证 写谁的名字 在这个世界上 多的是闲人 即便你有再大的本事 也很难堵住悠悠之口 有很多女人闲着没事 就喜欢说三道四 管你是不是真的 捕风捉影这件事 她们最擅长了 如果你告诉别人 你们家房产证写谁的名字 免不了一顿猜测和胡说 写了你的名字 她们会说 写了又怎样 如果买这套房的时候 你没出钱 那跟你也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写你的名字 她们又会说 你们家的房产证 连你的名字都没有 可见你老公 对你也不怎么样 你别是嫁错了人 无论名字家与不家 她们总有一套自己的说辞 这个时候 你能保证你的心情不被影响吗 这对于你们的婚姻来说 实在是只有伤害 没有帮助 二 不要告诉别人 你们家存款有多少 以及谁在管钱 无论是亲戚之间 还是朋友之间 钱都是一个很敏感的字眼 在外人面前 轻易不要谈及这个话题 让别人知道 你们家的存款 难免会引起他们的揣测 这就等于将你们夫妻的一切都 暴露在外人面前 你会毫无安全感 存款多 她们会妒忌你 有事没事 就来找你借钱 你不借 就道德绑架你 把关系弄得特别尴尬和紧张 如果存款少 她们会鄙视你 看不起你 觉得你嫁得不好 让你老公也很没面子 而谁在管钱 这个就更不能说了 因为这是家里的私事 告诉别人 只会引起无端的猜测 而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你心里最清楚 三 不要告诉别人你们的私事 比如夫妻不和谐 婆媳矛盾多 哪怕是关系很亲密的朋友 也不能总是毫无保留 尤其是结婚以后 很多事情都要过一下大脑再说出来 你可以抱怨 可以在朋友面前发牢骚 但是不能什么都说 如果你跟老公吵架了 日子过得不和谐 你告诉别人 他们会怎么想 说是你老公的错 你老公不好 你不开心 说是你的错 你会更不开心 婆媳矛盾也是一样 在外说婆婆的坏话 便是丝毫不顾及老公的想法 无论是婆婆 还是别的什么人 在背后 说散到底总是没有好处的 而一个情商高的女人 应该懂分寸 知道人情事故 换个角度来说 在这个世界上 并没有不幸的婚姻 只有不幸的夫妻 一对对夫妻 当初怀起对婚姻 无比美好的憧憬和幻想 坚定地走进婚姻的殿堂 可是最终 他们却失望了 觉得婚姻一点都不美好 多的是一地鸡毛 于是 他们开始责怪婚姻 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当初没有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明明那么相爱 那么幸福 可事实上 婚姻只是一种生活形式 真正经营婚姻的人 往往是他们自己 真正应该责怪的 也应该是他们自己 毕竟不是所有的婚姻 都不幸福 夫妻相处知道 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关键就看两个人的三观和情商 以及是否懂得相互包容和谦让 婚姻里的有些事情 不要轻易跟别人说 这是你经营婚姻的智慧 灵妖 被爱的人总是有恃无恐 不被爱的人 向来都是患得患失 娜娜说 她最近简直都要疯了 觉得自己的老公 随时都会成为别人的 不然怎么会连家都不想回了呢 要知道 他们刚结婚那会 她可是一分钟都舍不得 跟自己离开的 她很确定 她是爱自己的 但是现在呢 结婚不过三年多而已 一切都变了 说什么婚姻都有三年之痒 其实不是的 三年就已经痒了 02 娜娜有这种想法 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她自从结婚以后 就没有再工作过 在家安心 做她的全职太太 我说 那你既然花时间胡思乱想 还不如出去找一份工作 分散下注意力呢 她说 我才不要工作 我老公 说她会养我一辈子的 可是她现在 为什么都不想回家了 肯定是不爱我了 果然男人都是骗子 我一时无语 大概明白了 她老公不想回家的原因 婚姻 婚姻里 女人一旦养成坏习惯 就会让男人慢慢厌烦 她感觉不到婚姻的甜蜜感 甚至会觉得是种负担 03 分别是哪些坏习惯呢 我采访了上百个男人 总结出以下四点 一 一天到晚都围绕着男人转 这样的女人 活得从来都没有自己 她的世界里 永远都只有男人 她不去工作 没有自己的社交圈 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就只是在家里 过着特别单调的日子 她的心思全在男人身上 稍有一点不如她愿 就会大吵起来 她很害怕失去 毕竟她的世界里 并没有自己 她所能依赖的 精神上 经济上 都只有她一个人 这样的女人 怎么会不让男人觉得累呢 二 她不再注重自我提升 整日里抱怨 负能量的女人 不会有人喜欢的 不仅负能量 还不注重保养自己 和提神自己的女人 更不会被人喜欢 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 唯一不变的 就是变化了 你不学习 不提升自己 就迟早会被这个世界 所淘汰 再说了 夫妻间需要一种平衡 如果你的思想 跟不上你的老公 你们就会没有 共同话题 如果你的外在变化太大 就会让他产生 视觉疲劳 总之 不注重自我提升 且整日里抱怨的女人 最无趣了 三 没有自己的原则 对男人无底线的原谅 女人没有底线 就不会被男人尊重 甚至会更加的有恃无恐 她伤害了你 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轻易地就原谅了她 那她就会以为 你好欺负 以为你不在乎 就更加变本加厉地伤害 女人没有原则 对男人就是纵容 她伤害你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这样的你 不仅不会让她觉得大度 还是让她觉得廉价 所以不会珍惜 四 不信任对方 总是过度地猜忌 夫妻间如果没有了信任 那无论 做什么都会步履为奸 我曾经有个朋友 就是因为这样离婚的 她总是怀疑自己的老公 这个也怀疑 那个也怀疑 甚至还去试探她 可男人也是有自己的底线的 她爱你的时候 会包容你的小脾气 等你把她对你的爱消磨光了 那你再去猜忌 去怀疑 就会让她厌倦你 甚至离开你 03 女人不要有这些习惯 这些习惯 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也是对婚姻的不负责 夫妻间 需要信任 需要爱 需要彼此依赖 但同时 也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 最好的状态 就是两个一起进步 谁都不要掉队 两个人一起越变越好 这样才能在一个同等的位置上 最好的婚姻 无非就是彼此成就 女人记住 不要为了男人失去自己 你爱她 也要爱自己 而爱自己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放弃每一个变得更好的可能 你优秀了 婚姻自然不会差 01 在一段婚姻里 婆媳之间的关系 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但最关键的还是在于 这个男人对妻子的爱有多少 男人是母亲和妻子之间的纽带 和谐的婆媳关系 一定离不开男人的调节作用 当一个男人真的很爱自己妻子的时候 会想方设法让母亲接纳他 但若是这个男人 自己就没有很爱他 又如何让身边的其他人也喜欢他呢 孙依依就是因婆媳关系不和 而导致婚姻失败的受害者 孙依依和她的丈夫何晓峰 相识于大学期间 何晓峰的妈妈正好是他们学校的老师 很快便知道了儿子将女朋友的事 在妈妈的强烈要求下 何晓峰带女朋友回家吃了顿便饭 当时的何依依还年轻 不懂得要在长辈面前好好表现自己 吃完饭就随手把碗筷放在了桌子上 没有及时帮忙收拾 这让何晓峰的妈妈心里觉得有些不太舒服 认为她是个没素质的女孩子 这顿饭以后 孙依依在她心中留下了一个不太好的印象 02 在了解孙依依家庭背景以后 何晓峰的妈妈更是反对他们在一起 何晓峰的父母都是高学历人才 而孙依依的父母都是只有小学学历的普通职工 两家人的文化水平相差甚远 面对妈妈的反对 何晓峰唯唯诺诺 不知如何是好 当时的何晓峰非但没有在妈妈面前积极维护自己女朋友的形象 反而把妈妈的不满统统都告诉了女朋友 激化了他们俩之间的矛盾 我相信现实中大多数女生都不愿意听到别人说自己的不好 哪怕是未来的婆婆也不行 本来这个时候 作为男人 如果真的爱自己女朋友的话 就应该要主动改善女朋友和母亲的关系 用女朋友身上的其他优点来弥补家庭条件的不足 但是何晓峰并没有这么做 在妈妈的劝说下 何晓峰跟孙依依提出了分手 只不过分手没几天 她就开始不习惯一个人的生活 求她复合 03 那时候孙依依还以为她是真的很爱自己 愿意违背妈妈的意思和自己在一起 为了逃避家里人的反对 何晓峰和孙依依先斩后奏 偷偷领了证 可是结了婚以后 孙依依才发现自己嫁错了人 结婚后 孙依依本不想和公婆住在一起 可是丈夫却不同意 觉得住在一起方便互相照顾 果不其然 婚后的日子里 孙依依处处被婆婆刁难 而丈夫却总是不问原由得让她忍让 可她越忍让 婆婆就越过分 后来孙依依才明白 正是因为丈夫从来不帮她说话 才让婆婆觉得有恃无恐 一而再再而生地找她麻烦 她实在没有办法继续和一个妈宝男生活在一起 不到半年 孙依依就彻底结束了这段婚姻 何晓峰明知道孙依依不受自己家人喜欢 却还要勉强她和自己父母住在一起 让矛盾演化得更加激烈 在妻子和妈妈意见产生分歧的时候 她也总是偏向妈妈这边 根本就不关心妻子有没有受委屈 零四 生活中 大多数夫妻都会面临婆媳问题 但是有些婆媳就能相处得跟母女一般 一起逛街 一起做美容 可也有些婆媳见了面就像仇人似的 究其原因 还是男人 比如说 有些婆婆会抱怨儿媳买的东西太贵 这时候 作为丈夫 就应该替妻子说话 说是自己让她买质量好点的东西 这样 婆婆自然不会再多说什么 就算责怪 也怪不到儿媳头上 丈夫愿不愿意在家人面前 维护自己的妻子 对这段婚姻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他们都愿意主动为妻子 背锅的话 婆媳之间的问题 就会少很多 男人如果爱你 自然会护着你 婆婆哪怕是看在自己儿子的面子上 也不会太过分 但如果她不够爱你 早晚变成妈宝男 那么 你在未来的日子里 很可能会受尽委屈 说到底 婆媳关系好不好 往往取决于男人对你的爱 有多少 01 以前的婚姻很简单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彼此看得过眼 也就领证结婚了 不似现在 都要先谈个几年的恋爱 彼此了解清楚 才能步入婚姻殿堂 那时的爱情 不讲究有多浪漫 更多的是质朴 实在的关心与真情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王女士也跟大多数女人一样 想着在合适的年龄 找一个还算过得去的男人 把自己嫁了变形 剧本的走向也确实如此 她嫁了个木匠 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孩 一家三口过着安稳幸福的生活 但随着生活水平的上升 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骨子里向往浪漫的王女士 开始有了一些精神层面的追求 可无奈的是 她的丈夫整日里只想着干多少活 完全没有这些浪漫心思 为了填补内心的空缺 王女士一有空就看爱情剧 还常常被一些情节 感动得潸然泪下 每次她的老公见她这样 不但不附和 还会责怪她年纪这么大了 竟看这些有的没的 现实与爱情故事之间的差距 让王女士越发厌倦 婚姻的平淡无味 她的心开始躁动 总想着能早日跳出 这死水般平静的婚姻 去拥抱新生活 她开始留意起了身边的男士 期望着在他们之中 能找到一个懂自己的人 02 一次送女儿去上学时 王女士碰到了那个 她以为的对的人 她跟王女士一样 有家庭 有小孩 也厌倦了婚姻的平淡 想寻求新的情感寄托 两个对现实婚姻失望的男女 相见恨晚班 很快便走到了一起 王女士享受着爱情的甜蜜 忘了自己的那个小家 忘了自己作为妻子 作为母亲的责任 心不在焉的她 对家中一切不再关心 甚至懒得跟老公 为一些家庭琐事而争吵 她的老公 虽然为人木讷 老实 但其实很快便有所察觉 摊牌的那一日 王女士已经做好了 迎接暴风雨的准备 不想却是异常的平静 她老公并没有得礼不饶人 反而选择原谅她 希望她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回归家庭 但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王女士 满心都是即将迎来的新生活 她已经厌倦了 这毫无热情的婚姻 虽对老公 孩子心有愧疚 但还是选择了离婚 王女士以为离婚之后 便能与一中人相守 不料 对方非但没有备佳珍惜她 反而对她忽冷忽热 03 以前都是她隔三差五地约王女士 现在大多都是王女士去找她 她还经常借过爽约 每次一聊到离婚的问题 她都是敷衍着绕过话题 这些都让王女士痛苦不堪 两个人就这样 耗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终南方提出了分手 她的妻子怀了二胎 她必须得负责 况且她从未想过 要为了王女士而离婚 至此 王女士才明白 一切都是她自作多情罢了 所谓的浪漫爱情 不过是一触及破的泡沫 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而那段逝去的婚姻 也没有那么糟糕 当初不就是欣赏她的憨厚老实 待人真诚吗 每回吵架 也都是她在让着自己 任由自己发脾气 但想明白了又能怎样呢 错已铸成 覆水难收 如今 王女士已经快四十岁了 仍是孤身一人 既没有丈夫的体贴相伴 也听不到孩子的欢声笑语 当年 她的所作所为 伤透了前夫的心 也失了女儿对自己的尊重 一场错爱 让王女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如今的她 只能在无尽的懊悔中 聊度余生 04 忠诚是婚姻关系的底线 一旦冲破 就有可能会打翻婚姻这艘小船 伤着爱人 伤着儿女 伤着亲人 这个道理 大多数人都明白 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诱惑 往往很难一直坚守住自己的原则 女人大多都是感性的 这既是优点 也是最致命的一点 因为感性 女人更容易被一些 看似美好的表象所迷惑 因为感性 女人更容易在决策时随心而走 却不想 一招行错 便是万劫不复 失去的人 失去的感情 再也找不回来 心里纵有万般滋味 也在无人可言说 其实 一段婚姻里 柴米油盐 才是最真实的状态 平平淡淡 才是永恒 那天 若觉得自己的婚姻枯燥无味了 不妨回忆一下最初遇见时的那些感动 细品一下平淡生活中泛着的丝丝爱意 说不定就能明白自己的内心所求 不至于像王女士这般寻寻觅觅 终是走上了不归路 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后悔 那时候一切都晚了 有婚外恋这个想法的女人 大多都离婚了 就算没有离 也不会回到曾经跟另一半相依相守 彼此信任和依赖的日子了 01 我到现在还记得 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一个朋友的同事 暂且称他为小华伴 步入了婚姻殿堂 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 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裸婚 没有房子 两个人结婚后依然在外租房 南方没有聘礼 婚礼也基本从简 戒指好像也是逃来的便宜货 当时 我和我的朋友都非常惊讶 在当今这个时代 竟然还有愿意裸婚的女人 是该说她有勇气呢 还是说她傻呢 我的朋友告诉了我内情 小华之所以这么义无反顾的结婚 是因为他觉得 那个男人对自己很好 所以 即使那个男人并没有什么钱 他也相信他能给他一个未来 让我们觉得 讽刺却又在意料之中的是 为了回报小华的信任 他的老公在前一段时间 有了婚外恋 两人折腾了一个星期后离了婚 这场为期不到一年的婚姻 就这么破裂了 02 我的朋友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给我总结 只有活的 廉价的女人 才会在结婚时 只图嫁给爱情 而不关注其他条件 虽然说这话有一点残忍 但是这确实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现状 很多女人在结婚之前都会考察 男方的家庭背景和物质条件 因此被贴上了拜金女的标签 但是站在女方的角度考虑 这其实是人之常情 因为男人的心是最抓不准的 相爱的时候恨不得把整个世界都给你 可是一旦变了心 翻脸不认人的速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所以在结婚前 相比于爱情 还不如抓住一些更为实际的东西 比如对方的人品 小华的错并不是错在他对他老公的爱上 而是错在他把这份爱看成了婚姻中的唯一 结婚和爱情不同 爱情只需要两个人你情我愿 而结婚却牵扯到两个家庭和一辈子 当初小华的老公确实对他很好 这我们也看在眼里 但是小华却因此放低身价 无条件包容男方在结婚和婚后的过分要求 这就完全体现了小华对生活的无底线 要知道 越是轻易得到的东西 就越不会去珍惜了 你看似是懂事 为他着想 其实反而让他觉得你廉价 而失去了珍惜你的动力 03 除了他的家庭条件 还有他的品格 也远远比他对你好更重要 也许有人说 一求无价宝 难得有情郎 能够遇到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 有多不容易呀 但是你要知道 在结婚前 男人说了爱你 但是并不代表永远都爱你 爱情是没有保质期的 哪怕他那个时候 确实是真心实意地爱着你 所以也愿意心甘情愿地对你好 但是如果不对他这个人的品性进行考察 你怎么知道他能爱你多久呢 如果他本性不够专一的话 他的爱也是不可信的 你不能因为坠入爱河 而失去理智 因此 相比于他的爱 你更要考察他的品格 他是不是能够对你负起一生的责任 是不是能够始终如一地爱着你 远远比他在那一刻表现出来 柔情蜜意更为重要 每一个女人都要知道 一个男人对你好 应该是你决定嫁给他的最低标准 而不应该是最高标准 虽然现在这个社会 遇到一个爱你 懂你 愿意把你捧在手心里呵护的男人 太难了 但是你也不能自降身价 把荷尔蒙的分泌当作是天长地久 把片刻的甜言蜜语当作是刻骨铭心 正如乔·拜伦所说 爱情对于男人不过是身外之物 对于女人却是整个生命 女人因为爱情而选择婚姻 男人不过是因为婚姻而选择了爱情 所以 女人在面对婚姻时 不要被男人所谓的爱欺骗 而要从长远分析 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